这期继续分享小镇第13篇,钟向辉启动了汽车,而文静也很自然地坐在了副驾驶位置上,但是却看了钟向辉一眼。 怎么了?谁在车里坐过?文静问道。 谁?哦,那个谁,就是我管区的那个谈主任,你见过的,今天他也要回县城,所以就,他没车吗? 好像是没有,不过你说这是我,倒是想问问你呢,你说我以后带他去管区,回镇上宿舍啥的,每天收多少钱合适,钟向辉把自己和陈文明的对话都告诉了文静,问道。 这是啥?避嫌吗?我告诉你,什么收钱不收钱的,别和他有任何的牵扯最好,我回头打听一下他老公是哪个局的,你呀,要是被人误会,你怎么解释? 到时候,人家在领导面前捅你一下子,你觉得陈文明会护着你吗?文静问道。 这个?应该不会吧?还是说啊,你要真是把他给上了,沾了光,对吧,那付出点代价还值得,怕就是狐狸没吃到,还惹了一身骚,你何必呢?以后不许让他坐你的车,明白没?文静警告道。 嗯,我觉得吧,这是怎么处理都不好弄,明天啊,这车我就不开了,我自己没车,摆啥谱啊?你找个下家卖了得了,我没车了他还能赖着我,钟向辉问道。 你看你,这就是阴烟废食,这是我的车没错,这要是你自己的车呢,你也不开了,问题不在这里,你得和他说明白这里面的事。 今天路上就说明白了,他没说别的,只是骂了一句陈文明吃饱了称的。 我觉得,我把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应该不会找我了吧,钟向辉说道。 到了烧烤广场,两人还算是幸运,找了个靠角落的地方,他就真的对着角落坐,钟向辉坐在他的对面,但是却不敢往那里看,把文静给乐得呀。 和你说点正经事,世纪家园那个小区的事,要不要搞一搞,免得到时候他搞你的时候,你手里什么都没。 呦,这要是能发现点啥,那不是好事吗?文静问道。 搞啥,钟向辉有些猛逼地问道。 文静见他不懂,于是小声说道。 陈文明和麒麗红这事,要是搞一搞的话,留下点证据,比如拍点照片视频啥的,将来陈文明对你不利的时候,你还能用一用,至少可以自保吧。 钟向辉这次是听明白了,愣了一下,说道。 这不好吧,算了。 真的吗?文静问道。 真的,我没客气,虽然他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好,但是总体来说,对我还不错,只要是以后对你没啥想法,那其他的事我都可以不计较,如果一直对你计觎的话,那这事就另说了。 钟向辉说道。 文静没想到,钟向辉是这个态度,还以为只要是自己一说这个主意,他立刻就得附和呢,但是自己也知道了他的底线,那就是陈文明对他不能有想法,如果是那样的话,他肯定是不答应挨挨,我就奇了怪了。 你对我没什么想法,也不能让别人对我有想法啊。 你这是什么道理,让我守一辈子火拐啊?文静白了他一眼说道。 虽然这是一个男人必须要表明的态度,但是现在文静这个话茬,确实是把他给僵住了。 回去的路上,文静继续说道。 这是你好好想想,这是个机会,不然的话,这个机会没了,两个人玩腻了,你再想找这样的机会就难了。 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吧。 钟向辉说道。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说了那句,不许陈文明对文静有什么想法,还是因为文静对他用了激将法,总之,当文静邀请他上去喝茶的时候,钟向辉没再拒绝。 文静也是说道做道,说喝茶就是喝茶,而且文静家里确实是有一个茶室,这倒是让钟向辉心神向往。 喝吧,今天的串有点咸了。 文静说道,其实串不咸,咸的是文静给他点的两个腰子,钟向辉真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文静就那么面不改色地为自己点。 那两个腰子,还明确地说这玩意非常好吃,是这个烧烤摊的拿手烧烤。 钟向辉还不好意思说不吃,于是硬着头皮吃了下去,他奶奶的,这腰子是腌了几天啊。 看着钟向辉吃得挺带劲的,文静又给他要了两个,结果钟向辉支持了一个,文静把剩下那个咬了一口就不吃了,把老板叫来训了一顿。 再看看对面一直喝水的钟向辉,文静乐得差点笑出猪声来,心想,钟向辉你也太实在了。 好好的茶,到了钟向辉面前什么味都没了,就是解渴,一连喝了好几杯。 慢点喝,这里有的是,你想喝多少都有。文静忍着笑说道。 钟向辉看看他,问道,你和其他男的一起出去吃饭,也给点腰子吗? 滚一边去,说什么呢?文静白了他一眼,说道。 钟向辉感觉自己终于是搬回来一局,他想了想说道。 陈文明那是算了吧,我没那个心思,再说了,这是要是被他知道了,肯定心里有想法。 我就当不知道就算了,收集领导的把柄这事,本来就不是正道。 再说了,他对我还不错,要不然,我还去不了镇上,更去不了管区,我也认识不了你,对吧,别扯那些没用的了。 再说了,我就算是拿到了这种证据,能说明啥,拍不到在床上的证据,这些有的没的,有啥意思? 是,你说得对,而且,他不是你的政治对手,你可以搜集证据去攻击,他是你的领导。 你这么干的话,就是在挑战权力秩序,你不管是把这些证据交给谁,别人看你的目光都会不一样,你给陈文明的对手,那你就成了别人手里的枪。 你自己去举报,这事传开之后,就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敢用你了,所以,这事不作为好,我错了,不该怂恿,你去做这样的事,你就算是拿这些东西扳倒了他,你以为这事就完了? 你以为陈文明就是陈文明一个人吗?不是,他的身后还有一批人呢。 所以,这事还是不要做了文静最后说道,在这件事上,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 茶,咖啡,这些本不宜咋在夜里饮用的饮品被文静,端了上来。 你这是不让我睡觉了? 钟向辉问道。 反正你也不想睡,那就别睡了,喝到天亮就滚蛋呗。 文静说道。 钟向辉没敢接茶,他不接茶也没关系,文静就用手托着自己的下巴,然后就这么直叮叮地看着他。 问你个事呗,文静娇声娇气地说道。 啥事,说吧。 钟向辉说道。 你说你现在也是单身,我也是光棍,你还在顾忌什么呢,都到我家来了,在这里装留下会吗?文静这次说的,就有些直白了。 不是,是我还没想好将来怎么办,我要是做了,不得负责任吗?对吧? 钟向辉问道。 文静文言,眼前一亮,说道。 我不要你负责任,你想怎么样都可以,哪怕是就这么藏着掖着也行,反正就是你和我的关系吧,我听你的,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都让不到这个地步了,你总该放心了吧。 那样对你就太不公平了吧。 钟向辉说道。 文静文言,起身离开了,他觉得再和钟向辉谈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于是起身回了自己卧室,门摔得咣当一声。 把钟向辉吓了一跳,他本能地站起来跟了过去,目的不是去找他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而是想去解释。 一下自己不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可是,他这一次真的错了,女人的卧室真是那么容易进的吗? 于是,在他推开门的那一瞬间,钟向辉感觉自己的衣领子被人一下子抓住了,想要反悔都来不及了,因为还没来得及呼救,已经被文静的香唇堵住了嘴巴。 这个晚上,可能是钟向辉懂得这种是已来过的最艰难的时刻,因为文静的需求实在是太大了,有好几次他都是被文静填醒的,每当醒来,就面临着新一轮的被攻击。 到了最后一次,钟向辉实在是撑不住了,抗议道,静姐,我又不是租来的,你没必要这么使唤吧,能不能让我些会? 文静文言,一下子笑出了诸声,不再折磨他,而是爬到了他的身上,问道,这么说,过了今晚我还有机会。 机会多的是,我的时间也多的是,我靠,今晚要被你榨干了,你看看我,现在是不是黑眼圈很严重,我想睡觉。 钟向辉说道。 结果,钟向辉一下子睡到了上午十点,才被文静叫醒,此时文静已经打扮力索,坐在卧室的梳妆台边,拖着下巴看着钟向辉,说道。 你要是再不起来,我们就没法去看陈在生的孩子了,要不你睡吧,我买点东西,就说,你也买了,你睡吧。 那怎么行,几点了?钟向辉问道。 上午十点,你已经连着睡了七个小时了。文静痴痴笑道。 钟向辉文言睁开眼,看看四周,好像是在问那三个终极问题,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 对于钟向辉和文静一起出现在医院里,陈在生还是很惊讶的,但是文静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适感,倒是钟向辉一直都在躲躲闪闪陈在生询问的目光。 文静和陈在生的老婆在病房里讨论孩子的病情,而陈在生则是拉着钟向辉去了外面露台上抽烟,一出门,陈在生就问道。 想好了? 什么?钟向辉故作不解地问道。 还装,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以前文静是什么样的脸色,今天是什么样的脸色,你又是什么样的脸色,你哥我也是过来人,还能不懂这些? 陈在生问道。陈在生这么说,钟向辉确实是无法再抵赖了。 没想好,昨晚的事,确实是有点,钟向辉很想说,昨晚的事是个意外,但是又觉得,那么说的话很不负责任,于是就支支吾吾。 陈在生仿佛是很理解他,说道。以前该说的话,我都和你说了,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最后选择什么样的女人,我想你心里肯定有数,你又不傻,对吧? 钟向辉点点头,说道。走一步看一步吧。 陈在生点点头,说道。 孩子没事,就是肠胃炎有点严重,住院打几天针就没事了,你回去吧,这事还没?去单位的吧?没去呢? 钟向辉真是不好解释这事。 从医院出来,文静问道。 陈在生和你说什么了? 没说啥,看出来你我之间的关系了,这老小子,眼够贼的。 钟向辉说道。 看出来就看出来呗,反正我们都是单身,也没爱着谁,对吧?文静小心地问道。 对,那你去啊,我回单位,上午也没请假,现在陈文明看我不顺眼,我老觉得谭与蝶去吴家村管区没那么简单,管区里那俩家伙也是看人下菜蝶,现在我感觉自己要被架空了钟向辉叨叨着单位的事,没理会文静想要说下去的话茶。 那我也去上班吧。 文静小心地说道。 回到了管区里,谭与蝶早已来上班了,但是听到钟向辉回来,也没过来,没任何人过来,所以钟向辉才有一种被架空的感觉。 中午吃饭的时候,杨阳才过来叫了钟向辉一声,因为离阵上远,所以吴家村管区就在自己的院子里设了一个简易的厨房,以前谁做饭,钟向辉不知道。 但是都是管区里的工作人员轮流做饭,可是现在基本就落在了杨阳和罗天宇两人身上。 谭主任呢,怎么不来吃饭,钟向辉去了大办公室,看到谭与蝶没来,于是问道。 他说,他说不吃了。 杨阳犹豫了一下解释道。 啊,不吃了,不饿呀,钟向辉回头,看了一眼谭与蝶的办公室,还以为自己,昨天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把他得罪了,于是走了过去,想亲自叫他一声。 但是走进去一看,谭与蝶低着头,正在看文件,于是说道。 谭主任,不饿呀,这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 钟向辉没说完呢,谭与蝶抬起头来,他的脸上,明显的有几道伤痕,而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口罩。 钟向辉仿佛是明白了什么事的,但是要是不问一句,觉得这也太假了吧。 这是出什么事了? 钟向辉问道。 没事,打了一架。 谭与蝶说道。 钟向辉很想说,看来没打赢啊,可是这话到了嘴边,没再问下去,只是点点头,然后就出去了。 钟向辉也不是傻子,谭与蝶这么说,这打架的对象一定是他的老公,要是别人的话,他肯定不来上班了,还得报警之类的。 但是现在他躲到了单位来,这很明显是和自己家里人干起来了,而这个人只可能是他的老公。 出了谭与蝶的办公室门,钟向辉去了大办公室,对罗天宇说道。 你待会去村里,看看谁家冰箱里有冰袋,没有的话,用塑料袋装水冻上,给谭主任拿来冰敷一下。 罗天宇文言立刻说道。 是,钟书记,我马上去找。 看着罗天宇出去的背影,钟向辉问杨阳道。 谭主任和你说啥原因了吗? 杨阳非常识趣地说道。 没说,他怎么会告诉我呢? 钟向辉点点头,心想家暴这种事,本来就够丢人的了,怎么会告诉别人呢? 但是陈文明不是说他老公是县局行的吗? 怎么也得是个领导吧? 怎么对自己的女人这么舍得下手,这一看就是用力不小啊。 谭与蝶出了这样的事,自己还知道了,钟向辉就很怕他找自己来说到这事。 因为他发现谭与蝶现在越来越喜欢找他聊天了,所以,还是躲出去比较好。 清官难断家务事,谁知道人家两口子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所以,有些事还是装一装比较好钟向辉叫了二旦和自己一起去走访贫困户。 这都是二旦自己挑选的,他认为可以扶持的人。 但是,当钟向辉和二旦一起去了那户人家之后,一下子就惊呆了,因为他到吴家村来之后,第一次来这户人家。 满院子都是破烂,废纸箱,酒瓶,各种废铜烂铁,堆的满院子都是,根本进不去人。 怎么搞的这事? 钟向辉问道。 这户人家,男人瘫痪在床,女人除了那点自留地,剩下的收入来源,就是在附近的这些村里捡食垃圾,等到捡得差不多了,拉到镇上去卖。 他家一直都在享受低保,但是没用,低保也就是保障基本的生活,两个孩子都辍学在家。 现在大的在家里伺候男人,小的跟着他妈出去捡垃圾。 二旦说道。 贫困是一种持续性的状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永远都无法想象在现实的社会里,在自媒体各种灯红酒绿的轰炸之下,还有这样的人,还有这样的人生活在这样环境里,还有人未活着,每天都在努力挣扎。 中相辉和二旦在院子里仅有的一条缝隙里走了进去,中相辉想得很明白,今天既然来了,无论如何都要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一户是最贫困的吗?还有比这更差的吗?中相辉问二旦道。 有,你先看看这个再说吧。 二旦面有难色地说道。 刚刚走进了房子,听到了房间里传出来电视的声音,好像是在看电视剧,还恰好是康熙训斥群臣那一段。 中相辉抬头看看天,也就看到了一旁的一根木杆子上放着一架简单的只有一根旅馆的天线,而旅馆上面,绑满了空的一拉罐瓶子。 爸,来人了。 中相辉和二旦刚刚想要进房子,冷不防身后有人大喊一声,吓得两人一机灵,一个半大孩子一边朝屋里喊道,一边系着腰间的绳子,看起来是刚刚从一旁的厕所里出来。 谁啊?屋里一个男人问道。 二旦书。 还有?我不认识。 少年朝着二旦笑了笑,然后从两人中间挤了进去。 这孩子是老大,小孩没在家? 二旦尴尬地介绍道。 二旦啊,进来吧。 屋里的男人说道。 二旦走在前面,可是刚刚走进去,就回头对中相辉说道。 中书记,我看有啥事我说说就行了,您就不要进来了吧。 怎么了?有啥我不能看的? 不是,是位,二旦没说完呢,中相辉就躬身挤了进去,可是二旦说得太晚了,因为这屋里的味道确实。 是上头,让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可是既然自己进来了,二旦都能忍受,自己就不能忍受吗? 确实是不能忍受,中相辉终究是没忍住,跑出去吐了。 二旦也跟了出来,看着中相辉吐得差不多了。 问道,中书记,我看今天算了吧中相辉摆摆手,说道。 没事,吐干净了。 于是,中相辉第二次进了这座房子,这一次确实是没在吐,只是有一种难受的感觉在自己胃里翻腾,他没想到这屋里的味道这么重,也不知道这家人是怎么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下去的。 五老二,这是咱们管区的中书记,也是咱们村的第一书记,来看看你。 二旦介绍道。 为了掩饰自己刚刚出去吐的尴尬,中相辉主动伸手,要和五老二握手,但是五老二好久都没敢把手伸出来。 你这腿,咋回事?中相辉问道。 在城里打工,工地上掉下来摔的,没钱看,老板也不管,就这么耽误了。 五老二到底是没有和中相辉握手,一直都把手放在了那破烂的被子下。 老板也没赔吗?中相辉问道。 打官司了,也花了不少钱,结果是,执行上不顺利,法官说,对方没钱,公司倒闭了,打官司赢了,也没拿到钱,就拿到了一张纸。 五老二说道。是吗?啥指?判决书吗?中相辉问道。 对,判决书,法官说执行难,开始时我还给法官打电话问问,后来我也不问了,还不够电话费呢? 五老二说道。 中相辉觉得,既然是赢了官司,那就得找机会,执行才对啊。 于是问道。判决书呢?我看看啥情况,我帮你找人问问,看看还能执行不? 五老二文言,欠了欠身,从枕头下面的褥子下面拿出来一个塑料袋包着的一叠纸。 中相辉接过来判决书,借着昏暗的灯光,看到了被告人的名字,滕南春。 说句实在话,中相辉看到滕南春这三个字的时候,脑袋嗡的一下,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仔细看了看,但是确实是滕南春。 这他妈真是日了狗了,哪有这妖巧的事,但是事情就是这妖巧合。 中相辉还怕事情搞错了,仔细问了问,五老二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干的工程,什么时候摔伤的,问得很仔细,以及法院当时是怎么判的,为什么没有执行下去? 作为一个农民,五老二根本就不懂那么多,只能是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了中相辉。 中相辉用手机把判决书拍了下来,然后将判决书原件就还给了五老二。 这个时候,二旦也凑过来看了看判决书,突然间他就意识到了什么,然后看向了中相辉的脸色,他没有再说一句话,因为他已经想起来现在投资石头山碎市场的那个老板,不就是叫滕南春吗? 听说还是从市里下来的老板,所以他不想让中相辉为南中书记,您是领导,你觉得我那个钱还能要回来吗? 五老二有些心虚地问道,我不是专业人士,这样吧,我把你的判决书拍下来了,回头找个律师问问,看看执行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有什么进展的话,我再过来和你说一下。 中相辉暂时也只能这么回答了,因为判决书,他也没有仔细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执行下去,自己还需要再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好,谢谢中书记,谢谢中书记,我没有什么钱,也没再请律师了,执行的事,基本就是打个电话问问法官,今年连电话也懒得打了,估计也忘了有我这个案子了,如果能把钱要回来,那就太好了。 我还可以用这些钱买二弹的猪子儿,也能够脱贫啊,不再给政府和领导添麻烦。 五老二有些激动地说道,行,你家里的情况我基本都知道了,回头我帮你问一问,有消息没消息我都会给你个回话。 中相辉说道,从五老二的家里出来,中相辉的脸色更加难看,他站住了脚步,拿出手机仔细看了看刚刚拍摄的判决书,基本上没有什么疑义, 就是判决腾南春赔偿五老二各项损失,一共19万4千元。 中相辉也不知道,腾南春为什么没有执行这个判决,因为20万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负担,这次对碎市场的投资,一下子就拿出100多万,包括各种大型机械和开采石头山所需要的其他配套设施,基本上都是一步到位。 因为他也明白,腾南春是想着尽快投产,尽快赚钱,因为这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本,除了车辆的消耗,就是人。 原的工资,其他的就是把石头砸碎了卖钱。 中书记,五老二这个事,你就当那么一听,这个事很长时间了,村里都知道,他也找过村里。 但是没人能够解决,你也就不要管这个事了,小猪仔,我可以免费送给他,只要能脱贫就行了,其他的问题你不要管那么多了。 二旦出来之后,知道自己如果不对中相辉表个态,自己做点牺牲,替领导解决问题,不让领导为难,那自己将来就难跟着中相辉混了。 那个市里的老板,据说很有背景,他也不知道中相辉和对方是什么关系,所以觉得,自己把中相辉领到五老二家里来,这就是给中相辉出了一个难题,担心中相辉以后对他有看法,自己该得的好处就得不到了,有什么好事也不想着他了,这是让他最觉得得不偿失的,所以他先表态,可以无偿送给五老二小猪仔,帮助他脱贫致富,自己不收一分钱。 中相辉看了他一眼说道,这是我自己想办法,你不允许告诉任何人,听到没有,也不要再来找五老二说这件事了。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领导,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会有人再提这事,那我们,还去其他人家吗? 二旦转移了话题,他不想在这件事上再和中相辉扯下去,因为这件事情谈得越多,对自己越不利。 离这里最近的是哪家,我们去看看,中相辉问道,前面就是,一个光棍懒汉,什么也不干,就靠镇上的低宝活着,年富力强,就是不出去干活。 五老二指着街对面一个破烂的小院说道,哪一户?和老六家。 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破烂不堪的小院,因为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也不惧怕有人来偷,索性连大门都省了,但是两个人一进门,就闻到了院子里飘来一阵阵肉香。 当里面的主人听到院子里有人的时候,光当一声,就把门给拴死了,不让中相辉和二旦进去。 和老六,你在屋里干什么呢?管区的钟书记过来看你,把门打开,你又做什么坏事了吧? 二旦光光踹了两脚门说道,钟相辉本来想拦着二旦的,但是也知道这就是农村打招呼的方式。 果然在二旦光光踹了几下门之后,里面一个头发蓬乱的家伙,打开了房门。 二旦你怎么来了?闲得蛋疼啊,你家猪崽子,不要你喂奶啊,和老六开玩笑道。 滚一边去,你在屋里干什么呢?是不是又偷人家鸡了? 刚刚二旦在门口看到了一地鸡毛,就知道屋里炖的是鸡肉,和老六多少年没有养过鸡了,哪来的鸡肉? 一想,就是又干了偷鸡摸狗的事。 我怎么会偷别人家的鸡呢?这是我自己买的鸡。 你哪来的钱?你告诉我钱是从哪偷的? 二旦问道。 就像是二旦说的那样,这个人年富力强,看起来也就三四十岁, 但是头发蓬乱,衣衫不整,一副懒汉的模样,不知道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如果脑子没有问题的话,日子怎么会过成这个模样? 贫困的原因千奇百怪,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难处,但是,只要是自己心里的穷根拔了,就能有翻身的那一天, 但是如果自己心里的穷根拔,那就永远不可能富起来。 今天吴家村管区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好像都不怎么高兴。 罗天宇和杨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钟像钟在自己办公室里刷着手机, 看着手机上的照片,也就是他拍来的判决书,想着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如果去找滕南春,滕南春可能会怪他多管闲事,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不解决, 吴老二贫困问题解决不了,这时窝在自己心里也难受得很。 今天的热闹好看吗?钟像辉本来想躲着谭雨蝶,没想到他找上门来了, 一屁股坐在他的对面,眼睛直叮叮地看着他,脸上的伤痕显而易见, 可是他一点也没有遮挡,给人一种豁出去的感觉看热闹,看什么热闹? 我刚刚去贫困户家里走访了,那叫一个穷啊,真是没想到吴家村这种地方还有这么穷的人家, 而且还不止一户,看来我们对贫困户的认识还不够, 还要多下去走访了解实际情况,一户一档,看看怎么帮他们脱贫, 找到解决的方法,而且还得是可持续的办法。 钟像辉知道谭雨蝶说的什么意思,但是没有接他的话茬, 自顾自地打着关枪。 别瞎扯,我问你看到我脸上的伤,就不想问问怎么回事吗? 我说打了一架,你也不问问我和谁打的架, 谭雨蝶说道。 钟像辉笑了笑,没有吱声,因为这种事情,他真的不好接话茬。 我想和你谈一谈。 谭雨蝶说道。 这是和我有关系? 和你没有关系,是我想找个人说说话, 但是我想了一大圈,都找不到合适的人,想来想去,你是我的同事,还是我的领导,应该能有点共同语言吧。 谭雨蝶以一种不讲理的态度,对钟像辉说道。 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我想找个人说说话,但是找不到,我就想找你说,怎么办吧。 人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钟像辉也不能说不可以,只能是点点头。 知道我为什么来这个地方工作吗? 本来我在县城里,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我不想在那干了,因为不想每天都回家,在这里还可以躲五天。 谭雨蝶淡淡地说道,他的态度和语气,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 这种镇静,让钟像辉感到万分惊讶。 你和你老公,是不是闹矛盾了? 钟像辉问道。 你说呢,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以我的脾气和秉性,谁能对我下手? 夫妻之间有什么问题就商量着来呗,干嘛非要动手呢? 再说了,你是个女同志,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她也不能打你啊,这就是她的不对了,这是,你没有找过妇联吗? 反应反应情况,钟像辉问道。 无论是妇联还是领导,还是她的父母,该找的都找了。 但是没用,她基本上每天都有饭局,喝醉了酒,回家就打我。 谭与蝶说道,钟像辉一愣,但是她还没有结婚,所以不了解夫妻之间真正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她和顾小夕之间,以及现在和文静之间都是处在一种高度甜蜜的恋爱状态。 两个人好都好不过来,怎么可能会互相打对方,所以谭与蝶说道这个问题,钟像辉显得有些茫然无措。 那这确实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你想怎么办呢?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吧? 所以,我想好了,昨天晚上想了一夜,我准备离婚,就在乡下干下去,哪里也不去,现在周末还得回去,如果是离了婚,我连周末都不用回去了,就拿村里当家了。 我准备从镇上搬到管区来住,这样的话,就不用每天跟着你的车了,来来回回,也省得你为难谭与蝶说道。 钟像辉忽然意识到,这句话可能才是谭与蝶来找自己谈话的原因吧,至于她离不离婚,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 谭主任,我那么说,没有别的意思,是因为陈文明确实警告过我,说,让我和你保持距离,怕你老公听到了什么丰生误会你,我是光棍一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你不一样,我怕对你名声不好,你如果能理解呢,就理解,理解不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钟像辉直接摆出了自己的态度,他的意思很简单,那就是,你离不离婚,和我没关系,这个黑锅我可不背。 你这么说,我是不是该谢谢你,替我考虑?不用不用,你别这么说,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钟像辉急忙解释道,你放心吧,我不会缠着你,再说了, 我离婚和你没有一毛钱关系,还有,请你回去告诉你女朋友,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确实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别让他误会这事,就不用我再和他解释一遍了吧。 谭与蝶说完起身离开了钟像辉的办公室。 钟像辉一脸猛逼,自己的女朋友,还给他打了电话,这都是哪跟哪呀? 顾小蝶和自己分手了,而且,即便是不分手,也决然不会给他打电话的。 而且,顾小蝶也不知道谭与蝶的存在,那么说来说去,就只有文静了,而且,这是也只有文静能干得出来。 钟像辉打开通讯录,找到文静的电话,本想立刻打过去,问问他,为什么要给谭与蝶打电话? 但是想来想去,还是算了,这种事情在电话里说不清楚,越解释越黑。 而且听这一丝文静给谭与蝶打电话没多长时间,自己立刻就打电话回去,这是要兴师问罪吗? 而且,如果自己心里没鬼,又打电话和他解释什么呢? 所以,这种事情,只能是稀里糊涂地先过去,等到合适的机会再去问,或者再去解释。 或者根本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文静打电话给谭与蝶,又不是给自己。 但是这也印证了陈在生的那句话,文静这个人掌控欲很强,他想掌控钟像辉的一切,以前没有发生关系的时候,他还没有这个资格。 但是现在,他好像以为自己有了这个资格一样,这让钟像辉心里有些不爽,但是这种不爽还没有地方释放。 这样的感觉一旦有了,就很难再从心里抹去,所以,不要轻易去挑战对方的底线,问题是你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吗? 今天诸事不顺,钟像辉下班之后,直接开车走了,也没有带谭与蝶回镇上,这让他非常生气,却没有什么办法。 钟像辉本以为回到镇上就可以轻松一会,但是没想到回去之后,却看了一出好戏。 刚刚停下车,就听到陈文明的办公室里,产生了激烈的争吵声,听声音有两三个人,但是听不真切。 这个时候,走廊上的办公室里,有人探出头来,可是很快就缩了回去。 钟像辉去了党政办,小乔正在值班。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儿了? 钟像辉问道,财政所的老钱和和主任干起来了,两个人在党政办里吵了一架,然后去陈书记办公室里讲理去了。 他两个能因为什么事干起来? 小乔笑了笑说道,好像是因为办公产品采购的事情,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听他们说了几句,然后他们就去陈书记办公室了,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赶紧回去休息吧,别让他们找伤你。 关我屁事儿?虽然不关你的事,但我们和主任想把镇上所有办公产品的采购都归到党政办来。 这样的话,你们管区的一些办公用品也是我们采购,到时候再下发给你们。 你说关不关你的事,你是管区的书记,到时候,陈书记让你表态怎么办? 小乔小声说道,钟相辉一听,也是这么回事,拍了拍小乔的肩膀没有说话,直接就下楼准备走人,但是没想到刚刚出门,就被走廊里站着的陈文明看到了,直接就把他给叫住了。 钟相辉先别走,你回来,找你有事。 钟相辉心想,自己这个点备啊,早知道还不如在管区呢,现在掺和他们那些破事,真是感觉到有些头大。 但是进了办公室之后,并不像钟相辉想的那样,需要他表态之类的。 这种事情,书记,有绝对的决定权,他只是在权衡而已,他会征求一个管区书记的意见吗?笑话。 财政所的老钱和党政办的何伟明两个人,各坐了一张椅子,钟相辉进去之后,就没有坐的地方了,但是这两个人都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所以就站在屋子中间,好像是三个人对他进行会审一样,这个尴尬啊。 你最近是不是还在镇上宿舍住?陈文明问道。 对,我一直在宿舍住。 嗯,你去县城世纪家园小区租一套房子,钱从镇上给你拨。 陈文明淡淡地说道。 钟相辉一听这话,差点吓破了胆,因为他和文静一直都在猜测陈文明和镇卫生院的院长齐力红有一腿,而且,他们有可能是在世纪家园小区租房子,所以,现在陈文明这么说,钟相辉还以为自己和文静商量的事被他知道了。 租房子?陈书记,我又不在县城住,我去那租房子干嘛? 废话,你不在那儿住,我在那儿住啊。 前几天不是和你说了吗?帮我闺女补习英语的事,你以后下班,就去县城给我闺女补习英语,然后就在县城休息,第二天再去管区上班。 反正你有车,老钱,租房子的费用和去县城来回的油钱,你看着给拨一点陈文明直接吩咐老钱道。 书记,没问题,我记下了,回头就给钟书记拨,钟书记,你租房子的费用和以后加油的票都给我留一点,到时候,我也好入账。 老钱当着陈文明的面,非常痛快地就答应了。 这个时候,钟相辉仿佛明白过来,无论是何桂明还是老钱,他们都是陈文明的人。 赵文强对这两个部门,根本插不上手,所以,当着这两人的面说,自己租房子补习英语的事,这是把钟相辉当自己人了,也是在告诉何桂明和老钱,让他们以后对钟相辉客气点。 陈文明到底知不知道,钟相辉怀疑他和齐力宏的事,钟相辉现在也在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 如果陈文明和齐力宏在世纪家园小区租房子的话,他怎么会要求钟相辉也去那个小区租房子,他就不怕自己发现他和齐力宏之间的关系。 如果没有的话,那么齐力宏到底和什么男人在那个小区租房子呢? 而陈文明和齐力宏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为什么频频对熊丽丽劝酒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让钟相辉的脑袋有些大,因为他不明白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钟相辉答应之后,开车去了县城,说是立即去租房子,其实是去找了文静。 还有这种事情,难道是我们都想错了,陈文明真的在那里住,而不是和齐力宏在租房子秉居,文静摆。 思不得其解地问道,反正这是就先这样了,以后我晚上都要到县城,还要在那个小区租个房子给他闺女补习英语,看来以后晚上没时间了。 钟相辉说道,那没关系啊,反正租房子的钱又不用你出,你就在那租个房子当个摆设呗,我希望你晚上能到我这儿来。 文静说道,钟相辉想了想,还是对文静说了滕南春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压在他心里,如果不找个人说说的话,他会一直感觉到很窝火。 而且,文静足智多谋,也想问问他,这是该怎么处理? 这事我不是很清楚,我也从来没有听他们两口子说过,不会是重明白?文静问道。 不是,我查了,确实是滕南春,我只是想不明白,他也不差那二十万,为什么不给赔偿了? 那家人真是惨到家了,男人因为两条腿和腰部受伤,基本就是卧床不起,两个孩子都是辍学在家,一个在家伺候男人,一个跟着女人去捡垃圾,满院子的垃圾衫。 我在想,这要是赔偿到位了,至少可做点什么营圣能脱贫了吧? 哎,想不明白钟向辉摇摇头说道。 文静文言点点头,好久没说话,钟向辉以为他不想说,或者是不好说,于是也就没再问。 但是脸色有些不好看,因为他也是有血性的人,我知道你和滕南娶身碗是好朋友,但是这是你,就算是不解决,也得说句同情的话吧,哪怕是装出来的呢? 钟向辉见文静好久都没有说话,于是问道,你说我要不要找个机会问问滕南春?文静文言,看了他一眼。 你问他干什么?如果他承认呢,你是不是要帮着吴老二把钱要回来,这钱你怎么样? 他如果想执行的话,早就执行了,他不是差那点钱,他是不想执行而已。 现在这样的老板不多的是吗?你如果张嘴问了,不是自己找尴尬吗? 那你的意思是,这事就这么算了?我的意思是,现在你不要管这事,你只是一个管区的书记,什么都不是,你操那么多心干嘛? 不就是一个贫困户吗?给他找一点别的致富路子,不就完了吗?那么长时间了,这个案子都没有执行,你以为县里的法官瞎了?文静问道。 中相辉听完不说话了,因为他觉得如果自己再说,两个人肯定就吵起来,于是,他拿了烟说道。 我出去走走。我陪你去吧。不用,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中相辉说道。听到房道门咣当一声关上了,文静心里那个恨啊,这个榆木疙瘩,什么时候能想想自己? 什么时候能不这么较真儿,但是他知道自己喜欢中相辉,不就是因为他这样吗?他现在这样的表现,自己意外吗? 他站在阳台上,看着中相辉抽着烟,一个人走出了小区,文静心里很不是个滋味儿,他想换鞋出去追,但是中相辉说了他想一个人静一会儿,这个时候自己出去无论做什么解释,可能用处都不大,只有他自己想清楚了,这件事才是一个真正的解决。 云山县城并不大,从文静家到县医院本也不远,中相辉溜达着就去了医院,去之前给陈在生打了电话,陈在生还在医院照顾孩子。 中相辉没有去病房,而是在医院花园里等着陈在生,不一会儿他就下来了。 真的不好意思,陈哥,谁照顾孩子呢?嫂子在吗? 没事,你嫂子刚刚来,在病房呢,怎么看你情绪不是很高啊,我这几天没去上班,出啥事儿了。 陈在生问道,也没啥事,只是心里有些不痛快,想找个人说说话。 中相辉说道,陈在生笑了笑。 这才几天啊,就和文静闹矛盾了,你要是和他没有什么矛盾的话,你会来找我,别扯淡了。 陈在生一眼就看到了问题的本质,直接就点出来了,他果然是个人精。 中相辉把自己遇到的事情说了一遍,以及把文静的态度也摆了出来,没想到陈在生一开口,中相辉的心就凉了。 中相辉啊,这是我得说你几句,文静都是为你好,这是他说的没错,别说你和市里藤老板和区书记有关系,就是没有这种关系,你也不能跃权向人家去要账,怎么这么不成熟呢? 这是一个赔偿的案子,执行不执行有法院呢,轮得找你出面吗? 我理解你的心思,想为老百姓做点事,而且觉得自己是个父母官,但是我告诉你,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这个父母官说到底屁都不是,陈文明一句话就能把你拿下来。 陈在生不像文静那样还给中相辉留着面子,他的话更难听,更刺耳,但是有时候如果话不刺耳不难听,可能就起不到作用。 我只是觉得,这是总得有个说理的地方吧,而且,腾南春又不缺这点钱,为什么要欠别人钱呢?你是没有见过那家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你去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钟相辉说道,陈在生深深地抽了口烟,看着钟相辉的脸,非常认真严肃地说道,你不要怪我心硬,或者是觉得我没有人情,我即便是去了,我只要是站在你这边,我还会这么说, 我今天说的这些话,你都给我记住了,虽然有时候,做人是得讲良心,但是你见过真的良心吗? 陈在生的话,一下子就把钟相辉问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从陈在生的脸上,他看出了不屑两个字,或许在他的眼里,吴老二的赔偿金,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吴老二没有拿到赔偿金,不也活到现在了吗? 但是你钟相辉得罪了滕南春,你的管区书记可能就不保,滕南春只要给陈文明说句话,陈文明可能就把钟相辉从吴家村管区撵走了,随便安个什么位置,眼不见心为敬,所以,在你没有足够强大之前,不要随便为别人出头,出头的代价就是,自己从船上跳下河里。 这个社会的运转是有一定程序的,他这个案子,你可以让他去找个律师,即便是偷偷给他点钱,也比你出头强,因为这是你,只要一出头,你室里的关系就保不住了,没有人会和一个拿着刀子砍自己的人做朋友,他指,会把刀子夺过来,先把你做了,你明白吗? 的确,来找陈在生之前,钟相辉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只是觉得,滕南春不缺这点钱,所以才想找他谈谈,然后把这些钱要回来,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情的问题,只要钟相辉出头,他就等于是站在了滕南春的对立面,这个代价,不是钟相辉能够承担得起的。 至少是现在承担不起我知道,你现在可能还想不通这事,因为自从你来到了棋盘镇之后,一切都太顺了,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挫折,也没有人为难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钟相辉摇摇头,期待着陈在生的答案,因为陈文明对你是维护的,但是如果让陈文明在你和滕南春之间选择一个,你猜猜他会选择谁?我这么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陈在生问道。 提同灌顶,自己在棋盘镇做的这些事情能做成,的确是和陈文明的支持分不开,所以,现在陈在生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没有陈文明的支持,那自己,在棋盘镇,真的就什么都不是,就像是他刚刚说的,自己,真是太高估自己了,高估自己的代价,就是想去干不可能的事情,这等于自杀。 我记得我之前和你说过,遇到事情不要着急,先把事情捋一捋,等把这事捋清楚了,才能把这事处理好,而且,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个空间处理这件事情,不是特别合适。 但是,如果你等一等,可能就有处理这件事情的更好的办法。 你现在去找滕南春有百害而无一利,明白我的意思吗?陈在生最后问道。 我明白,你和我说了这么多,我如果还不明白,这脑袋就白涨了,这件事情先放着吧,等慢慢有机会了再处理。 钟向辉最后说道,这就对了,救人之前先自救,如果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这个时候去救别人,就等于是连累别人。 你想一想,如果你现在去找滕南春,不但是得罪了他,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五老二的问题你并不一定能够解决。 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吧,这件事先缓一缓,等到你觉得这件事情一击必重,能够解决的时候再出手。 那个时候解决了问题,你也不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陈在生最后嘱咐道,钟向辉心里当然明白,无论是文静还是陈在生都是从他的角度出发,为他好。 所有的事情都是先为他谋划,他们说的都对,因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足够和滕南春对抗的程度,那么很可能事情解决不了,还会惹上一身麻烦。 钟向辉回到文静家里,文静还在等他。 你去哪了,我想给你打电话,又怕你烦,就一直等你,还没有吃饭吧,我都做好了,要不给你热一热。 行,我去找陈在生了,在医院的花园里一直聊,到现在还没吃东西呢,确实饿了他和你说啥了。 和你说的一样,觉得这是现在不好处理,还要再等一等,以后有机会再处理吧。 钟向辉说道,文静知道,钟向辉心里有一股火没有发出来,在这里被自己说了一顿,钟向辉去找陈在生,肯定又被说了一顿,所以,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他再也没有提过。 文静是个聪明的女人,在人情事故上,比钟向辉要厉害得多,所以,他很想教钟向辉,该怎么去处理这些工作中的人情事故,但是钟向辉是研究生,又是从省城直接回到基层的,本身就带着一身傲气,而自己恰恰喜欢的,也是这种傲气。 如果自己亲手把它磨圆了,所有的棱角都没了,那还是,自己喜欢的钟向辉吗?文静自己心里也开始矛盾了。 吃完晚饭之后,文静把浴缸里放好了水,然后让钟向辉去洗澡,虽然钟向辉没说什么,但是他知道,此刻自己只需要默默地去做事,不需要说话,男人,有时候是需要一点静谧的时光。 钟向辉闭目养神躺在浴缸里,让自己全身都浸泡在水中,此时他感觉到水面渐渐升高,睁开眼一看,是文静走了进来,抬腿进入了浴缸,浴缸里的水位升高,最后一出。 成年男女之间,不需要把什么话都说明白,只需要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想要什么,而文静就是来承受来自钟向辉的邪火,所以,钟向辉向他伸手的时候,他就乖乖地爬了过去, 躺在钟向辉的怀里,任凭他收拾。夜晚看着钟向辉呼呼大睡,文静怎么也睡不着,他转过身,看着这个阳光大男孩,心里有一百种情绪,但无处发泄,就像是刚刚想的那样,如果将来他在自己的影响下变得圆滑世故,自己还会喜欢他吗? 但是文静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无论自己到时候是不是喜欢他,现在都要教他处理各种人情世故的方法,首先就是不能让他受到伤害,因为官场中危机四伏,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会掉入别人的陷阱。 就像徐扬兵一样身陷淋雨,自己就是在厉害,又能帮他什么呢? 当时徐扬兵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听自己的,导致后来出现了问题,在这种教训文静不允许再出第二次。 第二天上午,钟向辉在世纪家园小区租了房子,他不知道陈文明家住哪一户,他也没有见过陈文明的姑娘长什么样,但是既然答应人家了,就得把这事做下去,让他感到很意外的事。 如果陈文明和麒麟红真有一腿的话,那么他就这么明目张胆地当着自己女儿的面和他同居吗? 想不明白的事情就不要一直去想,一直想也是想不明白,钟向辉回到了管区。 谭宇碟很快就来了他的办公室中秋节快要到了,我们管区里是不是要给镇上的领导表示表示,谭宇碟问道。 这是历来的规矩,每到逢年过节,村里要给管区表示,管区要给镇上表示,然后一级一级地表示上去,至于表示的是什么内容,就看各自的财力和能力了。 你和人家没有那种关系,你即便表示了,人家也不会要。 如果有那种关系你不表示,领导也会问你,怎么还没有表示? 我不怎么懂这个,你看着办吧。 钟向辉打开电脑说道,那我们商量商量吧,这事也不能我一个人做主,毕竟是花钱的事,而且还得吴家村掏钱。 谭宇碟非常精明,这种事情非得拉上钟向辉不可。 你这是写的什么东西?谭宇碟见钟向辉低头不怎么愿意搭理他,于是绕过办公桌,到了钟向辉的身后,看到他的笔记本电脑上的文道。 那天不是和你说了吗?领导派下来的任务,要写写我们管区里的工作亮点,向上投稿,看看能不能发表。 如果能发表的话最好,在这个世上,我们这年年都是倒数第一,陈书记有点发火了。 钟向辉说道,可能是因为字体太小,谭宇碟弯下腰,仔细地看着笔记本电脑的屏幕,然后钟向辉就闻到了从他身上传来的淡淡的香味,这种香味和文静的不一样,可能是因为用的不同牌子的香水,当钟向辉向一旁躲闪的时候,谭宇碟才能意识到自己和钟向辉挨得有点近了。 谭宇碟感觉自己被嫌弃了,以前他是真的看不上钟向辉,可是现在当钟向辉做出这个动作时,他真是有些恼火。 为了避免尴尬,钟向辉把笔记本电脑推向了一遍,这样谭宇碟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屏幕上的东西了。 谭宇碟看了几眼之后说道,你这篇文章写完了吗?写完之后发给我看看呗,我也学习学习。 行,没问题,我写完之后发给你,你改改,到时候向上报的时候,数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钟向辉说道,那我可不敢,你写的文章,怎么能数我的名字呢? 这个文章是镇上给管区的任务,你写的也数上我的名字,我说我写的数你的名字,就算我们两个都完成任务了。 再说了,这就是根据上集的文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能提出点意见来就不错了,这种文章也没有人真正去看,所以,就算是练练比吧。 钟向辉说道,谭宇碟虽然写不出这种文章来,但是眼力还是有的,这不像是以前那种大陆文章,空洞无误,这篇文章无论是开头还是利益都是有内容的。 这一点,让谭宇碟对钟向辉又高看了一眼,谭宇碟坐到了对面的椅子上问道,中秋节准备给镇上送什么东西,各个领导都怎么送,送多少? 钟向辉想了想问道,这是以前是怎么搞的,我们就按照去年的标准稿。 我查了一下账本,如果按照去年的标准稿,钱可不少啊,那几个人刚刚被查了,我们再这么干,会不会有问题? 谭宇碟说道,谭宇碟的话给钟向辉提了个醒,因为吴家村管区刚刚出了事,到现在还没宣判呢,而且原来的工作人员即便被放回来了,但是都没有回单位上班,还在家里待着,说是等镇上的通知,但是在这个案子没有定论之前,陈文明不会有任何作为。 要不然,今年别送钱了,送东西吧。 谭宇碟说道,钟向辉点点头,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他也觉得如果送钱的话,可能太招摇了。 一旦被查出来,不单单是管区里,他们两个要遭殃,领导可能也受到牵连。 而且铁文力已经明白告诉他了,他会一直盯着钟向辉,这让钟向辉感觉如盲在背,特别地不舒服,不过这句话也起了作用,他不敢轻易做出伸手的行为。 晚上回到文静家里,洗了澡换了衣服,准备出门去陈文明家给他闺女补习英语。 今天谭宇碟问我,中秋节了,该怎么给领导送礼,以前管区送礼,都是直接送钱。 我觉得,今年风声这么紧,如果再送钱的话,可能会出问题,而且,铁文力对吴家村管区的案子还关注着,如果这个时候,我出了问题,肯定会很麻烦。 你说怎么办?钟向辉问文静道,那就别送了,不给任何人送,他们也能理解,现在你就是送的话,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文静说道,不给任何人送,会不会显得太抠了,如果其他管区送,吴家村管区不出一点血,镇上的领导会不会有意见? 钟向辉问道,你怕哪个领导有意见?陈文明吗?还是赵文强?赵文强你根本就不用放在眼里,因为他决定不了你的去留,在镇上你的眼里只盯着陈文明就可以了。 你这不是要去他家给他闺女补习英语吗?这还不够吗?文静问道。 钟向辉一直都觉得文静很厉害,无论是处理问题还是对问题的看法,都有独到的见解。 就像现在关于管区是不是要给镇上领导送礼的事,他就说了自己独特的想法,谁都不给送。 钟向辉文言没有吱声,因为这事明天还要和谭语蝶商量,但是就在钟向辉要出门的时候被文静叫住了。 这个带着,等见到陈文明的闺女,给他。 文静伸手地给钟向辉一个红包。 这是干嘛?给他干嘛? 钟向辉问道。 哦,你不是说要给领导送礼吗? 现在正是好时候,你去陈文明家里,陈文明肯定在家,不可能让你和他闺女单独在一起的。 而且,他姑娘才上高二,肯定比你小不少。 怎么着,也得叫你个叔叔吧,人家都叫你叔叔了,你不得给人家个红包。 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 这个红包的钱不多,也就一千块钱。 我觉得,作为钟秋节的送礼,应该可以了。 你以前也没有给陈文明送过礼,如果拿得太多,我怕他不敢收,如果不拿一点也不好。 所以我觉得,一千块钱正合适,就借这个机会给他文静说道。 靠,这都行啊。 文静看了他一眼说道。 你要记住,在任何单位,你的眼睛只需要盯着那个可以决定你命运前途的领导就行。 其他的领导都不重要,其他人说你什么话,你也不可能升迁,或者是被踢下去。 但是,如果能决定你前途命运的领导不看好你,你就是再折腾也没用。 所以和其他的领导保持好关系,逢人就败,但是只为佛祖烧香。 文静的话,把钟向辉说得一愣一愣的,但是回头想一想,文静说的这些话,都是正确的。 这都是人生经验的积累和总结,钟向辉还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他根本就不懂。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遇到文静这样的女人也是他的幸运,因为他不会害他。 相反还会把他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有些人情事故需要自己去想,去经历,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吃很多的亏之后才能悟出来。 而如果有人把这些经验告诉你,不是更好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高更远。 现在文静在钟向辉的人际交往中就起到了一个巨人的作用。 喂,陈书记,我回世纪家园小区了,你家在哪栋楼啊?我现在就过去,孩子回来了吗? 钟向辉到了世纪家园小区之后,给陈文明打了个电话。 钟向辉按照陈文明说的地址找了过去,开门的正是陈文明本人。 一见钟向辉赶紧把他让了进来,不管在单位是什么关系,但是现在人家是来给孩子补习英语的,就相当于请了一个免费的先生。 陈文明的身后,站着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果然就像文静预测的那样。 陈文明回头对女孩说道,这是我们单位的钟向辉,应该叫钟老师,或者是叫钟叔叔。 女孩点点头,笑了笑。 钟叔叔好。 钟向辉只是扫了女孩一眼,立刻看向陈文明,说道。 陈书记,你孩子这么大了,是啊,一晃就这么大了。 陈文明看看自己闺女,颇有些自豪地说道。 钟向辉适时地拿出来红包,递笑了女孩,说道。 叔叔不能白叫,来,拿着买点零食。 虽然钟向辉有些心疼,自己从上班到现在发了工资,还没给自己爹妈买点啥东西呢? 这礼道士先孝敬了领导。 啦! 叔叔,我可不敢要。 说着,女孩用手推了回来,钟向辉没有这么送过礼,更没有送过钱。 以前给导师送礼也都是买礼物或者是家里的土特产,这下倒好,一下子就是一千块钱。 虽然不多,可是这个行为让他心里很有些不舒服,而且,这女孩还不要,这一下子就僵住了。 钟向辉为难地看向了陈文明,陈文明当然是个老手,对女孩说道。 陈琳,拿着吧,这是你钟叔叔先给你发的奖金,你在年终考试要是考不到一百分以上,这些奖金是要收回来的。 陈文明果然是个人精,一句话化解了尴尬,还顺带着告诉了钟向辉自己女儿的名字。 女孩文言听话地接了过来,一看就是家里大人教过,什么人的钱可以拿,什么人的钱不能拿,来他家串门的,肯定人不少,所以都顺带着给孩子钱,那怎么办,他们爷俩以前肯定是有过约定的。 高二的英语还可以,难不倒钟向辉,只是今晚第一课,钟向辉没有先教他英语,而是在陈琳的房间里泛泛地聊天,房间的门开着,陈文明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但是电视的声音机不可闻,陈文明也在听着房间里女儿和钟向辉的对话。 好几次陈文明都想去问问,瞎聊什么呢,开始教英语呀,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两个小时之后,钟向辉宣布今天的课程结束。 什么课呀,就是聊了一晚上陈琳学校里的事,以及他对每一课的印象,还有就是这些课程老师讲得怎么样,问得可谓是很仔细了。 在来的路上,钟向辉就想过这个问题,陈文明既然是让他教英语,那么目的不在于教的过程,而在于教的结。 过,要是成绩上去了,那么自己怎么教都可以,如果是教得也非常认真,但是成绩还是不行的话,那自己的工作就是白白浪费时间,而且,陈文明绝对不会承认他孩子笨,而是觉得钟向辉没本事,教得不好。 通过这么泛泛的聊天,钟向辉察觉到了陈琳对每一课老师的态度,也看到了他在哪一课上下的功夫,总之就是陈琳对英语老师不感冒,不喜欢这个老师,有时候学生是可能因为讨厌一个老师而厌恶一门学科的。 上完课了,陈文明看到钟向辉出来,问道,嗯,陈书记,陈琳非常聪明,肯定能考个好大学,就是有些科目学习方法还不是很熟悉,我教教他就可以,对了,不但是英语要补习,我觉得,他的语文也要补习一下,这两课偏得有些严重。 钟向辉说道,陈文明文言,一下子改变了对钟向辉刚刚上课方式的看法,原来他不是胡扯,是真的在试探着找学习的方法,在找陈琳的差距在哪。 陈琳这个时候也出来了,就站在他们的面前。 陈文明看了看杯子,陈琳立刻弯腰拿了杯子,给钟向辉到了杯水端过来,钟向辉站起来,接过来,水端在手里喝了一口,随即对陈文明说道陈书记, 我也是云山一中毕业的,那年,我是全线第十七名,你可以去查查看,所以,陈琳的学习不是个事,我辅导他几个月,找到学习方法了,成绩很快就会上去。 陈文明最想听的就是这句话,钟向辉好像也知道,他想听什么话,所以这话一出,父女俩都很高兴。 钟向辉看看时间不早了,于是做了片刻,就起身告辞了,陈文明坚持要把他送到楼下去,还说自己吃完饭也没出去走走,想要去散散步。 钟向辉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就一起下了楼,这个时候,陈文明也知道,钟向辉租的房子是小区门口的那栋楼,离这里还有段距离,中间隔着好几栋楼呢,于是就送到了楼下。 才不管陈文明是不是看着自己呢,其实陈文明才没这个心思呢,他在小区里转了一圈,直接就上楼去了,但是却没回自己的家,而是拿出来钥匙,打开了他家楼下的那户人家的门。 窗帘紧闭,把屋里遮挡得严严实实,从外面基本看不到这户人家,家里还亮着灯呢。 齐立红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声音很小,听到了开门的声音后,立刻站了起来。 虽然在这里租住了一段时间了,可是每当房门响起时,他依然紧张,因为他总是想起陈文明的老婆拿着刀子搬着羊头放屑的情景。 可是,他又不能拒绝陈文明的邀约,一次次地来,一次次地被他征服,从此深深地陷了进去,再也无法挣扎。 走了,齐立红问道。 走了,这小子太能瞎掰了,说得还头头是道,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陈文明说着,抱住了齐立红的肩膀。 孩子的学习要紧,能瞎掰就不错,不是对付。 齐立红还为钟相辉说了句话。 怎么,还想着这小白脸呢? 陈文明问道。 呸,我想着他还能让你来干。 齐立红说完这话感觉有些不妥,硬生生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是吗?今天耽误了不少时间,来,开始吧。 明天我还得去县里开会,不能没精神。 陈文明说完,弯腰抱起齐立红就去了卧室。 哎呀,你就知道这是不能温柔点吗? 齐立红有些不满地说道。 温柔点,可以呀,就怕你到时候嫌我太温柔了,又要我快点快点,我就是很想问问你,你哪句话是真的,到底是快点还是慢点,要还是不要啊,真是有些搞不懂你了。 陈文明说完,就扑了上去。 钟相辉回去之后,文静还在等他,虽然他租了房子,但是文静是不想让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住的。 回来了,红包呢,送了,文静问道。 嗯,就像是你预测的那样,果然是叫叔叔,要是不准备点啥,还真是不好说啊,钟相辉说道。 文静笑了笑,对钟相辉夸自己的话没有揭察,男人都已经夸了你,就不要再腻歪了,再腻歪,男人也夸不出花来了。 但是文静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带钟相辉换了鞋,上前挽住了钟相辉的胳膊,问道。 那女孩怎么样,什么怎么样,钟相辉故作不解地问道。 装傻是吧,我问你,那女孩长得怎么样,肯定是青春年少,一掐一股水,对吧?文静问道。 我靠,这话可不能乱说,怎么说人家还是个孩子,再说了,陈文明就在家里待着,哪里都不去,我想也不敢想,人家小丫头才多大,这可是犯罪,你不要给我头上扣帽子。 钟相辉警告道。 我知道,我是怕你不知道,更怕那个小丫头不知道,我告诉你,现在的小孩普遍发育得早,心眼更是多得很,你不要着了人家的道,陈文明今天是在家里,他那么忙,说不定哪天就不在家里,男人啊,在外面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文静说道。 啊,不至于吧,钟相辉不信地问道。 不至于,到时候出了事,你没地方解释去,明不明白,所以呢,原则是,陈文明不在家,你不许去,听到没,文静问道。 钟相辉点点头说道。 哎,你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 文静见钟相辉这么痛快地接受了自己的建议,非常高兴,这种事不能不防,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那小丫头,正是青春年少,懵懂之计, 要是看上了钟相辉,钟相辉不从,那小丫头对他爸说点啥,钟相辉真是没地方解释去。 第二天一上班,钟相辉直接叫了谭语迭到自己的办公室。 这十七户贫困户走访慰问的东西镇上说,让我们自己解决,去年还给了面和米,今年啥也没有了。 钟相辉说道。 那这意思,就是让村里掏钱呗,吴家村账上有钱,镇上都知道,昨天我回镇上住的时候,晚上吃完饭,没事去党政办打牌,听他们在议论说,今年过节还能发点啥。 对了,昨天你说想想发什么,啥结果,谭语迭问道。 屁都不发了,没钱,就算有钱,我们也不敢乱花,吴家村管区的案子还没完结呢,要是再查出来什么问题,咋整,我们就进去和他们一起蹲橘子了。 钟相辉说道。 啥都不送和事吗?谭语迭一愣,问道。 没事,他们谁在问的时候,你就说是我说的,今年啥都没有,我们被吓破了胆,不敢送了。 钟相辉说道。 你走访的事呢,还搞吗?谭语迭问道。 当然得搞啊,不但是要搞,还得搞得大一点,十七户,每家每户一桶油,五升的,买花生油,别买大豆油,大米一袋十斤的,面一袋,五十斤的,另外,再找个养鸡的,买十七只鸡,杀完了一起送去,中秋节都舍不得吃喝,买这些东西就差不多了钟相辉说道。 这不是挺大方的吗?谭语迭问言笑道。 就这么办吧,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去村里三狗家,它是养鸡的,就交给它了。 钟相辉说道。 谭语迭问言摇摇头说道。 算了吧,我把你说的这些都记录下来,开始去采购,去县城还是镇上。 钟相辉问言,说道。 这是你问问财政所的老钱,他一直都管采购,问问他在哪买的,但是别让他替我们买。 妈的,他买得挺贵,但是他有渠道,你问问,算了,我给他打个点电话吧。 钟相辉翻出来抽屉里的通讯录,找到了老钱的电话拨了过去。 钟相辉用的是手机,谭语迭刚刚想要走,但是被钟相辉抬手叫住了,他打开了免提,对谭语迭说道。 一起听听,工作上的事,我们不能瞒着对方,对吧,坐下听听。 谭语迭本想回避一下,给钟相辉和老钱的通话留下一点私人空间,但是钟相辉根本没有谋私的打算,所以,就想着把任何事都做到明面上,不留后患。 喂,老钱,我是吴家村的钟相辉。 哎呀,钟书记,你那个。 老钱想说,租房子的钱,马上就打给他,但是被钟相辉给堵了回去。 老钱,是这么回事,管区里要走访慰问贫困户,需要买一些米面和油,这个是包在我。 老钱想说包在他身上,但是还没说完,又被钟相辉堵了回去。 老钱,你听我说完,这不我们这里刚刚出了事吗? 所以新来的谭主任非常谨慎,女同志吗?可以理解。 钟相辉这么说的时候,看向了谭与蝶,只见谭与蝶怒目而视,他没想到,钟相辉会当着他的面,把理由按到了他的头上。 可是这个时候揭穿钟相辉,是肯定不合适的,所以一直朝着钟相辉挥拳头,可是钟相辉不为所动。 刚刚我们两个开了个会,我说这是,要不然我们自己采购吧,反正东西也不多,但是又怕买到了假的东西,你不是一直采购吗? 给我推荐个地方,我和谭主任过去看看,要是合适的话,我们就采购,不合适的话再说呗。 反正我觉得谭主任的担心也有道理的。 王三中看来是要在里面过年了。 钟相辉说道。 钟相辉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了,老钱岂有不明白的道理,无家村管区说是想自己采购。 但是呢,却像他询问在哪买的,意思很简单,想要买真的东西,给了自己面子,还不想多花钱,如果是采索帮着采购的话,肯定会贵很多。 但是这样一来,自己的合作商户就不能贵得离谱了,那样的话人家有可能是不买的。 一句话,这次选择全部在自己手里挨挨挨,你这么干合适吗? 钟相辉刚刚挂了电话,谭语蝶就不满地说道。 钟相辉笑笑说道。 你是女同志,怎么都好说,我一个大男人计较这点不合适,我告诉你,采购上黑着呢。 前几天因为办公用品的采购,和主任和前所长干起来了,你要是不说,我们肯定花不少冤枉钱。 那你也不能说我呀,你这算是拿我当挡箭牌了呗,谭语蝶说道。 钟相辉笑笑站起来说道。 走走,我们去买鸡,这样,今天中午,我自己掏钱,请你吃鸡。 钟相辉是书记,自己是主任,钟相辉拿自己当挡箭牌,自己还真是说不出来什么。 最可恨的是他居然当着自己的面这么干,自己有脾气也发不出来,还不能记仇,因为人家没有藏着掖着,直来直去。 三狗家的鸡场就在他家院子的前面,鸡粪的味道别提多大了,谭语蝶捂住了鼻子,说道。 在这里吃鸡,算了吧,我不吃了。 当然不能在这里吃了,我们拿回去吃,你厨艺咋样,会炖鸡吗? 钟相辉问道。还行吧。谭语蝶依旧是捂着鼻子说道。 三狗一看是钟相辉来了,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迎了过来。 钟书记、谭主任,您两位这是来视察工作的,家里坐吧,这里太胃了。 三狗说道,鸡场离他家也就三十米不到,好像他家里不喂似的。 不用了,买几十只鸡,你挑选一下,十七只差不多大的, 但是每只净重,不能少于五斤。 另外再给我来十只个头大的,不用那么均匀,就捡大的杀,我自己要。 对了,谭主任今天想要炖鸡,有没有现成的? 钟相辉问道。谭语蝶文言,看向钟相辉,这个人真是简直了,又赖我。 有,我上午刚刚杀了十只,本来是想下午给镇上饭店送去呢, 你们要几只,刚刚放到冰箱里,应该还没冻上。 三狗说道。于是,钟相辉在冰箱里选了一只大的,坚持当场给钱, 不要钱不拿走,三狗无奈,只能是收了钱,微信付款。 回去的路上,谭语蝶问道。 你要那么多只鸡干啥? 我家亲戚多,都知道我回来上班了,还在镇上, 你没来之前,我爸到镇上闹了一通, 这下好了,我家亲戚都知道,我回来上班了,所以,这逢年过节我就得破费了。 对了,你家有亲戚吧,要不要来几只,照顾我们自己村民的生意,对吧? 你去外面买不一定新鲜,这里质量可以保证。 钟相辉说道没有,我家没那么多亲戚, 再说了,过节宋之鸡多土啊,谭语蝶撇撇嘴说道。 哎,这你就不懂了吧,宋之鸡呢,看起来还是挺大个的,就不用买别的了, 其他月饼啥的,稍微买点就比鸡贵得多,我上哪弄那么多钱去? 钟相辉说道。 人惊。 谭语蝶终于逮到了机会,损了钟相辉一句道。 哈哈哈哈,随你怎么说吧,对了,你家里的事处理得咋样了,和好了,钟相辉问道。 谭语蝶文言,脸色变了变,钟相辉有些后悔,自己多嘴了, 但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想要收回来,是不可能了。 怎么了,这算是领导关心下属的家庭生活吗? 谭语蝶问道。 你要不想说,就当我没问。 钟相辉说道。 你问都问了,什么叫就当你没问,我已经和他摊牌了, 让他考虑一下,我要离婚,不想再迁就下去了,我收够了他的拳头了, 之前一直没想着,离婚是因为我父母,我父亲是以前县里的领导, 我要是离婚的话,他们觉得丢人,觉得我还可以维持下去。 是,可以维持下去,和你说个好玩的事, 你能想到,我为了和他打架,专门去报了散打培训班吗? 我告诉你,我觉得,我在练练力量,就可以和他打平手了, 但是我打累了,不想再打下去了,感觉没意思。 谭与蝶说道。 这话让钟相辉差点惊掉了下巴,但是开始时,他觉得谭与蝶有些夸张, 还以为他是在说笑话,可是当回到了管区里, 谭与蝶戴上围裙,肢解那只鸡的时候, 钟相辉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在众目睽睽之下,谭与蝶挥舞着菜刀,一刀一下, 绝不重复地把那只鸡剁得粒粒整整的, 经常吃鸡的肯定知道,如果下刀的力道, 不能一下子把鸡骨头斩断,那么最有可能出现的, 就是,炖的这锅鸡里,有很多的骨头渣子。 吃起来非常烦人,时常会被垫牙,非常难受, 极大的削弱了这只鸡的口感。 可是,在谭与蝶的力道之下,几乎没有什么骨头渣子, 这下钟相辉算是相信了他的话, 这力道,肯定是练过的。 当三狗通知钟相辉鸡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 他给三狗发过去了微信信息, 把小乔家的地址给了他, 让他去镇上送鸡的时候拐个弯, 给小乔送家去。 剩下的几只,装到了自己车里, 带着谭与蝶回了镇上,但是没进大院。 送礼去吗?谭与蝶问道。 是啊,得送出去,不然一夜就臭了。 谭与蝶笑了笑,通过今天和钟相辉的插科打混, 对他的了解更多了,也说了自己的事。 虽然说的不是很明白,但是钟相辉一定是懂了的。 钟相辉的车开进了派出所的院子, 然后直奔高所长的办公室, 高文山正好在办公室呢。 高所长? 钟书记,你怎么来了? 又有啥事,高文山真是怕了他了, 钟相辉每次来必定是有事。 没啥事,村里养殖户杀了鸡, 我给你送来几只, 上次我爸的事,我还没谢谢你呢, 一直忙, 上次真是给你添麻烦了钟相辉说道。 你这是说哪里话, 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吗? 高所长刚刚想要摆摆手说算了, 钟相辉走过去说道。 今年管区里出了事。 所以,你小声点, 我给你放车里还是送县城家里去, 反正我也要去县城, 要不我给你烧回去吧。 钟相辉说道。 算了算了, 我自己带回去吧。 高所长立刻小声说道。 钟相辉从车上拿出来四只最大的, 让高所长和指导员分一下。 钟相辉辅导完成林英语, 开车去了文静的家里, 进门发现桌子上放着不少礼品盒子。 这是谁送来的? 钟相辉问道。 不是谁送的, 是我买的。 文静说着, 走到他的跟前接过来, 他手里的衣服说道。 买的, 送礼吗? 钟相辉问道。 是啊, 我想着去你家看看你爸妈, 你觉得合适吗? 文静问道。 钟相辉闻言一愣, 笑道。 你想得还真是周到, 那你爸妈那里呢, 我也要去看看吗? 这不都买好了吗? 我听你的, 你要是愿意让我去, 那我就去, 你要是不想让我去, 那我就不去, 你说了算。 文静说道。 这话说得是不是特别好听, 表面上选择权交给了钟相辉, 但是事实上呢, 东西都买好了, 我还问了, 你能不让我去吗? 所以, 陈再生说文静这个女人, 掌控欲非常强,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 从这一点来说, 钟相辉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换句话说, 他要是能把事情做到了正典子上, 那钟相辉也无所谓。 你既然都这么说了, 那就去吧, 什么时候去, 我和你一起回去吧。 钟相辉不是没有担当的人, 自己和文静既然有了这种关系, 虽然陈再生一再的钱, 劝告钟相辉, 但是最后也没说什么, 因为有些亏的是自己, 吃了之后才知道啥滋味, 并不是别人说啥就是啥。 8月15就到了, 要不然就明天去吧, 早去早好, 我单位的事也多, 再单个下来, 我就没时间了, 临到节气了, 再去也不好, 显得我多没诚意啊, 对吧? 文静试探着问道, 没事, 我爸妈不是那种是多的人。 钟相辉说道, 哎, 我现在不担心别的, 我就是担心你爸, 上次的时候, 因为你的事, 我和他撂了狠话, 不知道, 他还记得我不, 文静有些担心地说道, 是啊, 不过我觉得没事, 只是有个问题, 我和顾小夕的, 还没告诉他们呢, 虽然钱回来了, 但是这事我一直没机会说呢。 钟相辉说道, 文静一听, 就有些不高兴了, 问道, 你还没说啊, 我以为你都和家里说好了呢, 那我不去了, 你没说, 你爸妈还等着省城的姑娘上门呢, 那我去了算啥, 咋解释, 又换了一个? 没事, 这样, 我明早打个电话说一下, 下午下班你去镇上找我, 我们一起回去钟相辉说道, 啥意思, 晚上去, 我就这么拿不出手吗? 文静对这个问题非常的敏感, 再加上刚刚听到钟相辉, 居然没有把他和顾小夕分手的事告诉家里, 心里顿时就起了一股火, 不是, 是我怕我爸认出你来, 晚上去, 就在院子里坐坐, 回头就走了, 到时候, 我再吹吹风就得了, 钟相辉脑子转得还算是快, 说道, 钟相辉好歹是把这事给摁下了, 一早就开车回了镇上, 但是没去上班, 而是拐到了家里, 目的就只有一个, 先给他们打个预防针, 省城的那个女朋友就别想了, 掰了, 掰了, 啥时候的事, 你不回省城了, 钟玉党一听这话就急了, 回不去了, 知道为啥吗? 钟相辉的声音非常沉重, 但是又很严肃, 一看就不像是在开玩笑, 因为啥, 钟玉党问道, 你在镇政府打我这事, 被人传到了网上, 我还让你们去我就家躲了躲, 还记得这是不, 这视频被我那女朋友的爸妈看到, 人家坚决不同意, 我那女朋友的妈威胁要去跳楼, 没办法, 我们就分手了, 人家说了, 要是嫁给我, 你将来能打儿媳妇, 人家可不敢, 钟相辉把这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钟玉党文言一下子就呆了, 觉得这是真是闹大了, 有些心虚地看了一下钟相辉的母亲, 迎接她的是一道伶俐的目光, 钟玉党站起来去了屋里, 看起来是去找火柴, 其实是为了躲开这个尴尬的局面, 而啊, 那这是咋办呢, 我和你爸去省城找人家说说, 做个保证, 我们不会打儿媳的, 你爸就是昏头了, 以前从来不打人, 晚了, 晚了, 怎么能晚了呢, 我觉得好好和人说说, 能行, 钟相辉的母亲是非常想挽回的, 因为有人问她, 儿子钟相辉有对象了没, 她都是告诉人家儿媳是省城的, 这下倒好, 吹了, 有对象了, 啊, 谁有对象了, 钟玉党一听从屋里走了出来, 我, 我有对象了, 钟相辉只能是实话时说道, 钟玉党一听顿时轻松了很多, 但是她妈不乐意了, 看向自己的儿子, 说道, 哎呀, 你这接茶接得挺快啊, 那个分手没几天吧, 这么快就找到新的女朋友了, 谁啊, 在哪呢? 嗯, 现成的, 认识有一段时间了, 前几天才正式确立的关系, 钟相辉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干啥工作的, 有正式工作没, 钟相辉的母亲问道, 有, 在保险公司工作, 经理, 钟相辉说道, 钟相辉的母亲一愣, 看向了自己的老伴钟玉党, 再看向自己儿子, 然后放下手里的碗筷, 以一种非常认真的语气问道儿子, 你和妈说实话, 咱找不到对象没事, 慢慢找, 但是你找的这个保险公司的, 你确认它是和你谈朋友, 不是为了卖给你保险, 哎, 过分了, 人家在保险公司工作, 当然是和我认真的出对象了, 怎么能是卖给我们保险呢? 钟相辉说道, 哎, 一人干保险, 全家不要脸, 钟玉党淡淡地说道, 你吗? 怎么回事, 这么说是不是太过分了, 钟相辉有些尴尬, 但是也庆幸自己, 没把文静带来, 要不然, 这场面真是不可收拾, 儿子, 不是我说的过分, 是有原因的, 你傲家儿媳妇, 现在就在卖保险, 我们在你就家住了几天, 硬生生忽悠你妈, 买了三万块钱的保险, 你妈这几天刚刚好点了, 你又给他找个卖保险的儿媳妇, 所以, 你妈这所以一招被蛇咬, 钟玉党叙叙叨叨说了一大通, 钟相辉觉得有些头晕, 儿子, 这样吧, 先把人带来看看, 我们虽然不是什么高门大户, 但是也得让我们看看, 是什么样的吧, 钟相辉的母亲终于点头了, 不想为难儿子, 那, 下午我带她来家里吧, 她工作, 也很忙, 人家是经理, 不是你们想的那种, 追着你们让你们买保险的人, 钟相辉说道, 但是, 无论钟相辉怎么说, 钟玉党和老伴, 对卖保险的人还是心有余悸, 自己拿出去的那三万元, 不知道啥事后能见回头钱呢, 儿子又整来个卖保险的女朋友, 这以后的日子, 看来是要捂紧钱袋子了, 其实, 保险这个行业的门槛很低, 人员进进出出, 而他们入职的第一件事, 就是尝试怎么把保险卖给亲戚朋友, 后来如果亲戚朋友都卖完了, 干不下去了, 就转行干其他的了, 而保险公司, 也是通过这种奇特的方式, 把中国人购买保险的比率提高了不少,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聪明人想出来的绝佳办法, 钟相辉离开家里后, 给文静打了个电话, 汇报了一下自己刚刚在家里和自己父母打招呼的情况, 并且嘱咐他少提保险的事, 把文静给气的呀, 心想, 钟相辉你咋就这么实在的呢, 你就不会说我是在公司里上班吗? 非要说我是卖保险的, 但是这是反过来一想, 这是老人家的误解, 至少钟相辉的潜意识里, 没有觉得自己是卖保险而有所隐瞒, 他没把这是当回事, 那行吧, 那我下午下了班就去镇上等你, 到时候我们一起回去, 文静问道, 行, 没问题, 到时候我们在镇上见面, 钟相辉说道, 目前的主要工作还是扶贫攻坚的问题, 所以现在钟相辉每天除了去新的养殖场看看, 就是在管区的这几个村里走访调查, 除了上次写的那篇关于无家村管区生态养殖的建议之外, 这段时间又写了一篇关于无家村管区扶贫工作的几点想法, 主要是根据自己本管区的实际情况, 一户一户的攻坚, 想办法摘掉穷帽子为了稳妥起见, 钟相辉先去了彩市场找滕南春, 因为之前五老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所以他就一直和滕南春没见面, 今天也是滕南春给他打了个电话, 说是到了中秋节了, 给他带来了点东西, 问问他在不在村里, 钟相辉没等他来, 直接去了彩市场, 彩市场虽然是在野外, 但是滕南春喜欢喝茶, 于是在附近的山坡上盖了一栋房子, 全都是空心砖垒起来的, 两天的功夫就建完了, 上面搭上了树枝, 周围种上了生命力极强的丝瓜, 不多久, 这些藤蔓就能把这间房子覆盖了, 到时候里面就够阴凉的了, 这么早, 我还以为你得等一会才过来呢, 藤蔓春见钟相辉过来, 立刻迎到了门口, 说道, 我是怕你等急了, 昨天我听说第一车石子已经运出去了, 卖给哪里了? 钟相辉问道, 你们线正在修路, 我们这里的石子便宜, 修路的公司以前是我的老搭档, 所以, 接下来这段时间, 是全线公路修修补补补的大好时机, 他们都用我们的石子, 销路暂时不是问题, 藤蔓春高兴地说道, 钟相辉闻言, 看向山下的碎石场, 干得那是热火朝天, 这一车车运出去的石子, 就像是硬币一样, 都是钱啊, 钟相辉回头看看藤蔓春正在喝茶, 很想说, 吴老二那二十万的赔偿款, 也不是多大的钱, 能不能先给还了? 老弟, 有事? 没事? 不是吧, 看你这脸色, 就像是有事的样, 说吧, 啥事, 只要是哥能给你解决的, 一准给你解决, 你看这个石头山, 还有这地下是不是还有石头, 我们在这里一起发财的时间长着呢, 你不许给我藏着掖着, 说吧, 啥事啊, 藤蔓春一脸的蜥蜴, 这一刻钟相辉差点都信了, 想要和盘拖出吴老二的事。 好, 藤总你真是火眼金睛啊, 是有点事, 采石场还能要人吗? 钟相辉问道, 人员的话, 你要是有需要安排的亲戚之类, 没问题,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你说吧, 安排几个, 实在亲戚, 藤南春问道, 钟相辉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道, 啥实在亲戚, 吴家村的一个懒汉, 身强力壮, 正当壮年, 整天在村里偷鸡摸狗, 骚扰留守妇女, 好事不干, 坏事不断, 还都不是什么大事, 实在是让我头疼。 藤南春文言一愣, 笑了笑说道, 哎呀, 老弟呀, 你真是年轻, 这事也能想得出来, 你想过没有, 这个懒汉是从你来了才开始懒的吗? 不是吧, 你前面的那些领导都瞎了, 还是傻了, 都没人管这个人, 你敢管? 藤南春的这句话, 让钟相辉有些脸红, 他说的没错, 虽然不是那么好听, 但是话操理不操, 以前的扶贫没这么严格,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对于这些贫困户收入的计算, 有些甚至连走访慰问的礼品, 都算到了里面, 其实这些东西吃了也就没了, 严格来说, 这算是收入吗? 算, 但是这些收入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真是不好说现在扶贫进入了攻坚阶段, 这些难啃的硬骨头都留给我了, 你说我咋整, 只能是麻烦你了。 钟相辉说道,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 藤南春这个人确实是不好打交道, 这要是换了钟相辉的亲戚, 他肯定是乐意的, 因为安排了钟相辉的亲戚, 那么将来自己让钟相辉干点啥事, 他就不能推脱, 可是安排了这个贫困的懒汉, 效果能和安排钟相辉的亲戚比吗? 当然不可能比呀。 行吧, 你把这人带来吧, 我看看给他安排个啥活。 藤南春说道, 藤总, 我是这么想的, 这人懒啊, 不是一天养成的习惯, 同样, 要想被逛过来, 那也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要不从简单地开始干, 给他个保安干得了, 钱可以少点, 先从简单地干起, 我担心你上来给他安排去抬石头, 一天也干不了, 就撂挑子了。 钟相辉说道, 我担心你上来,